上次夜晚模式的第一关也太容易了 感觉还没怎么发挥就结束了 这不第二关马上就来了吗 这关依旧是我们熟悉的那几只僵尸 通过上一关我们大概知道了 其实白天和夜晚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选择植物依旧是和白天类似 选择魔法玫瑰和蛇草作为我们的主力输出 开局依旧是种植阳光菇和小喷菇 由于阳光菇前期生产的阳光较小 所以我们选择种植三列阳光菇作为备用 老大 僵尸来了 第一只竟然是铁门僵尸 我们还没有种输出植物 小问题 我们可以重复种植小喷菇 反正小喷菇也不需要阳光 它吃一个我们就往后面种植就行了 这个方法果然不错 虽然损失了两颗小喷菇 但是消灭了铁门僵尸 显得不痛不痒 而且我们还能趁这个时间种植阳光菇 又来了两只僵尸 再用刚才那个方法显然已经不行了 所以我们使用窝寡去消灭血烂家后的铁门僵尸 阳光也正好达到200 可以种植一颗魔法玫瑰 用魔法玫瑰去消灭哪只僵尸 阳光菇的价格比较低 所以我们有了阳光之后 就可以直接种植魔法玫瑰 不需要节省阳光 虽然阳光菇前期生产阳光较小 但是我们种植数量多 正好弥补了它的缺陷 很快一行魔法玫瑰就种植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布置前排的蛇草和高签果组合了 老大 胖墩僵尸来了 胖墩僵尸有什么好怕的 攻击力不高 血量也很低 虽然它属性很一般 但是它可以直接吞噬小型植物 恢复自己血量 你看 窝寡也被它直接吞噬了 我的天哪 一次性植物也能被它吞噬 既然这么强吗 那得赶紧把前排的蘑菇铲除 不能再让它吃蘑菇恢复血量了 第一包僵尸来了 虽然我们阵容还没有搭建好 但是对付这一点僵尸绰绰有余 大鹏车僵尸也来了 赶紧把我们准备好的樱桃杀的安排上 大鹏车僵尸对高签果的威胁还是很大的 小鬼道你发现没 皮围在BT版阳光谷其实有三种形态 第一种形态每次生产15阳光 第二种形态每次生产25阳光 第三种形态每次生产50阳光 自己看好像确实是 不过当阳光谷升级到最后形态 僵尸也来到了最后一波 基本也不缺阳光了 那倒也是 我们的阵容也基本搭建完毕了 同样也迎来了最后一波僵尸 虽然只有一两只科技僵尸通过传送越过的高签果 但是果不提正 没能给我们的植物阵容造成破坏 获得游戏胜利 玩了这么久也是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我大嘴马上也是一个BT版的高手了 嘿嘿嘿 别忘记给老大点个关注哦